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实施的抗体联合药物 这个药就是两个低度的药物 然后它两个单个的低度进去之后 就会马上提高受试者的免疫水 把这个低度再低度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消息 应急批准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安巴维单抗注射业及罗米斯维单抗注射业注册申请 标志着中国拥有首个全自主研发 并经过严格随机双盲安慰及对照研究 证明有效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 12月9号领先该特效药研发的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奇 向记者进行了展示介绍 张林奇表示 特效药能够降低高风险新冠门诊患者 80%的住院率和死亡率 主要作用以治疗为主 适应人群从它的批准的适应症来说 是轻度感染者 但是具有这种疾病进展 高危的人群 所以包括一些基础病的人群 肥胖 心血管疾病 然后糖尿病 年龄是18岁以上都可以 18岁以上都可以 然后12岁到18岁之间也可以 只不过就是一个 副条件上市的一个条件 在体内 人体内可以存留9个月到12月的时间 并且对病毒的综合能力到9个月 还有400倍以上 张林奇介绍 该药物运用抗体联合疗法 使得该特效药能够识别病毒 刺突蛋白的不同位置 进行双向夹击 从而提高其有效性 安全性和广谱性 它两个药物识别的是病毒 不同的精准的识别 不同的靶向 就有点像这个蛋白一样 这个蛋白是一个模型 这个蛋白它实际上就是 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 然后这个不同颜色 就表示了不同的抗体识别的位置 可以把这个病毒阻断在 结合那种细胞的之前 所以两个抗体组合 这是可以增加它的活性 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就是由于 大家知道现在病毒是有变异的 所以两个药的组合 一定不经意地可以抑制 它的变异产生 以及在抗疫突变病毒方面 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优势 比起单一药物来说 我们药物在活性 广谱性和可持续性方面 有非常突出的特点 目前团队正在推进 此联合疗法 在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获批 下一步研发团队将继续研究 单抗联合疗法 在高危和免疫缺陷等人群中的 预防作用 那我们在临床救治 特别是预防方面 有没有可能先行一步 而不被感染之后再进行治疗 所以在这预防的研究方面 是我们下一步 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研究的 所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来说 我们期待什么呢 就在我们手里做的这些 抗体药物也好 疫苗也好 一定要到研发到极致 极致是什么意思呢 不仅仅它高效 它广谱 它可持续性 同时还能汇集全世界 更多的老百姓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还在路上 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